由花莲国际青年商会主办中华捐血人协会 市民代表谢豪杰服务处等单位协办的捐血活动 18号上午在远东百货公司和平广场前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当前不减许多民众晚秀捐热血的热情 市民代表谢豪杰也共同的响应参与 青商会会长谢志卫也期盼更多人一同响应 疏解血荒 由花莲国际青年商会主办中华捐血人协会 市民代表谢豪杰服务处 风吃香有限公司 杰西时尚美学 万年电动车协办的捐血活动 18日上午在远东百货公司和平广场前举行 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 受邀主办捐血活动的花莲青商会会长谢志卫表示 捐台缺血的情况下感谢许多单位一起响应捐血活动 我们今天的捐血活动因捐血中心的邀请 在这个武汉疫情严峻的时刻 全台缺血所以邀请我们举办捐血活动 我们也很感谢很多厂商跟协力厂商的赞助 有花莲捐血中心 远东百货 市民代表谢豪杰服务处 风之香 杰西时尚美学跟捐血人学会的帮助 在今天举办我们的捐血活动 希望大家在预防武汉肺炎疫情的同时 也能多多捐出你们的乐血 解决我们台湾这次的血库的缺乏 解决我们的血库缺乏 希望花莲在地青年人跟各位花莲同乡 可以永远的捐出大家的乐血 主要目的就是每年七上都会在这个时段 然后办一个捐血的活动 那我们一起共同响应这个捐血 那在这个部分对于说经费的益助 然后对于说大家这一次疫情的关系也好 造成很多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缺血的状况 非常的严重 那今天看到其实很多民众也是很热情的来捐血 那这边在清商的这个部分 花莲清商也是做好很多的防护 比如说戴口罩 然后我们酒精消毒 然后人群的距离 其实都做好的防备 所以在这边也欢迎所有的民众 能够响应然后赶快来这边一起捐血 一起救大家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当前 仍然有不少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等着捐热血 捐血中心也仔细检查 捐血人旅游史以及身体状况 那感谢花莲国际清商会 带给我这个讯息 因为现在血缺的还蛮严重的 那我是以500 捐500cc为主 那因为这次奖品非常丰富 请大家欢迎来捐血 这次捐血活动也募集了相当多丰富且实用的礼品 送给爱心捐血人 包含青草碑袋 百花蜜 折价券以及手提袋 希望在疫情当前时 能募集到足够的血液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病患 记者长方言华联师报导